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景不长 两人最终还是走向了离婚的结局 谢霆锋也最终跟王妃走到了一块 张博之在谢霆锋眼里心理地位到底是如何 这点恐怕只有谢霆锋本人知道 虽然事情过了这么多年 但是谢霆锋的心理依旧有着张博之的身影 就在之前呢 谢霆锋的风味现场 出现了一位与张博之年轻时极为相似的女子 虽然说及不上当年张博之 但是已经可以说是低配版的张博之了 那么谢霆锋亲自为这位张博之称赛 谢霆锋这一暖心的行为 也不得不让其他女粉丝声称 长得像就是有好处 而这位低配版的张博之似乎也十分高兴 毕竟这样一位大明星可以给自己撑伞 还是自己的偶像能不激动吗 场景就往里如是当年的谢霆锋 跟张博之还在谈恋爱的时候 所以呢就有网友不仅猜测 是否谢霆锋对张博之还有感情 否则这么多人 为什么偏偏就要选择给这个女人来撑伞呢 最后我们来问一句啊 你觉得她长得真的很像张博之吗 好了本期的近代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要看更多的近代视频就请关注我吧